4号的毕业旅行延后办理 都准备好了 有点失望 毕业旅行是延期 就是并不是取消 户外教育的部分 跨县市的话 那我们希望它是暂缓 原定1月12号到14号的毕业旅行延后办理 都准备好了 有点失望对不对 有 我这个疫情真的是有越来越紧张的那种疑虑 再加上就是教育处这边 其实也有建议我们做延期或者是取消的动作 各班级其实都已经有准备好的线上教学的一个系统 未来不管有没有停课 在家里其实是停课不停选 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